于贵人有喜 这枚麒麟宋子金锁 是哀家赏你的 谢太后厚爱 臣妾一定不会辜负 太后的期望 诗经有云 灵之旨 镇镇公子 麒麟是宋子的吉寿 镇镇是好意一头 贤妃说得很是 于贵人 哀家希望你能够 顺利诞下皇子 是 太后 皇阿娘的礼 实在是心意独到 皇后一向不喜奢华 哀家赐给仪贵人的 这对麒麟金锁 皇后不会嫌哀家 老糊涂了吧 皇阿娘一片心意 儿臣怎敢这样想呢 何况仪贵人遇喜 皇阿娘爱护仪贵人 等同是爱护儿臣 宫中祥和平安 才是忠宫有德 前几日为了许婚那件事 惹了不少风波 皇帝身边的王亲 都被赐了死 皇阿娘责备的是 儿臣 本是好意 不想 却生出宫尾祸事 儿臣真是无地自容 皇后 皇后是好心 可妾要记住 凡事 都不能伤了天和 哀家多次叮嘱你 中宫以养育皇嗣为要 你舍本竹墨 不该如此 儿臣知错 启禀太后 皇后娘娘正忙着皇嗣之事呢 皇后娘娘命胎医院 多多熬制做胎之药 每日送往各宫之中 臣妾们领受恩惠 很是感激皇后娘娘的慈心呢 起来吧 都坐吧 谢皇额娘 谢太后 那也罢 皇帝呀 前几日哀家命人 夜观天象 祈求祥瑞 卿天剑 有没有和皇帝说结果怎样 卿天剑说 天象祥和 尤其是 北天女秀星 伟带小星 连续数月 格外明亮 就是说啊 后宫的女子 会有大贵之胎 儿子的心里啊 甚是欣慰 女秀星形如蝙蝠 寓意福诏多吉 看来一贵人这一胎 是大福之相 如此 宫中更不能有白氏相撞啊 儿子明白皇后娘的话 会让没贵人 安心休养 儿臣向皇额娘和皇上求个恩典 仪贵人侍奉皇上多年 他的位分也应该升一升了 仪贵人生产丸 无论是男女 朕都会尽他品位 皇后娘娘 这仪贵人有孕 臣妾瞧着他住的锦阳宫 也许久没有粉刷了 这浑浑沉沉的也不适于养胎 若是能修饰一番 这仪贵人住着也舒心呢 那仪贵人 甚好 皇额娘 儿臣一定会细心修复锦阳宫 让仪贵人好好安胎 如此便好 谢太后 谢皇后娘娘 谢家贵人关心 贤妃可以协理六宫 也可以 一同照顾仪贵人 皇上 你教养永皇很好 可见 你很会照顾人 皇上 贤妃之上还有贵妃 若瞥弃贵妃 让贤妃协理六宫 怕是贵妃心里会不好受 而且 贤妃年纪还轻 皇后 这持世之稳重 无关于年纪长幼 贵妃身子虚弱 今日不也是没能来吗 等她身子好些再说吧 贤妃 虽然可以为你分担 但她对后宫之事 还不够娴熟 你多指点她便是 是 那贤妃 既然皇帝看重呢 你就多学着点吧 臣妾遵命 皇上 皇上 怜心之事 确实是臣妾失察 臣妾知错 皇后啊 你是朕的嫡妻 朕知道你并无坏心 可有些事情 无需多此一举 有得皇娘挑剔 也让六宫不拟 臣妾明白了 你也无需过分自责 谨记教训便好 是 臣妾 恭送皇上 娘娘 皇上 皇上 给了贤妃协礼六宫之权 这回真的生了本宫的气 皇后娘娘别过分交心 王亲那事也是才出 至今过了就好了 还有 皇后娘当众不给本宫掩灭 是本宫自己不好 太后的心思也是难测 让您受委屈了 给皇儿请安 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 皇后娘娘给了臣妾 几本历年的账本 让臣妾学着看看 这账本繁琐 看得很累吧 还好 也都快看完了 不得不称赞一句 皇后娘娘高明 怎么说啊 先帝晚年的嫔妃树木 和皇上刚登基的嫔妃树木 相差无几 皇上登基后后宫的开支 就少了一半 一笔一笔账目非常清楚 可见皇后娘娘的节俭之道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这原本应该是内务府的差事 你居然看得懂 臣妾哪能看得完啊 臣妾只是挑了皇上登基前两年 和先帝去世之前这两年 便得出结论 这样既可比较 又可知皇后娘娘 治功有效 你倒是精明 可见朕要你协理六功 真是找对人了 子曰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子曰 众人已善 众人已善 永莲 永莲 你若困了 便去洗把脸 醒醒身